十月的第一個星期一 是聯合國訂定的世界人居日 今天開始 我們將連續三週推出社會住宅系列報導 看看臺灣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現況及挑戰 為了解決高房價之下 弱勢及青年買不起房子的問題 內政部在一百零六年提出社會住宅新辦計畫 全國要在一百一十三年之前 新建十二萬戶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 這個八年的計畫到今年底為止 剛好過一半 檢市六都目前新建的進度 既有加上新完工 新建中還有已決標的社會住宅總數 桃園 新北還有高雄市 達成率都超過原本設定的目標 而台北市也有百分之八十八 其次是台中市 不過臺南市目前則還沒有開始新建 到底六都新建社會住宅的現況如何 又面臨哪些問題 我們先從寸土寸金 房價也最高的北部地區看起 來看獨立特派原記者林真如賴振元的報導 他們真的這個房子蓋得很棒 我們都是一直在租房子 哪有住過這麼好的房子 沒有 無障礙的設計 譬如有欄杆 扶手 還是電動馬桶 免吃馬桶 我現在住大概一萬二 然後坪數不到四坪 這裡我的話八千塊 所以我有二十七坪 前場後我總共抽了 萬華青年社會住宅 三重青年社會住宅 還有南港東平公站 桃園八德社會住宅也有去 就是用男朋友的名字去抽籤這樣 但是就是很不幸的都沒有抽狀 一大早桃園市林真如賴振元的 是八德區這棟新大樓 湧進看屋人潮 這是桃園市新完工的社會住宅 八德一號 這一間跟這邊是冰箱 招租四百一十八戶 有一千七百三十人提出申請 方岩鄉夫婦就是幸運的 中籤者之一 我們買冰箱會就是擔心它寬度 所以就是過來這邊量測 仔細量量空間大小 屋裡原本就有固定的櫥櫃 床架跟冷氣 可以省點家具費用 租金則依照收入 是鄰近地區的五折到八八折 算一算搬來全新的社宅 一月可以省好幾千元 夫妻倆即將迎接小寶寶 對未來也有新計畫 方岩翔在中立上班 從八德社宅騎機車大約二十分鐘 還算方便 但也有人在新北市上班 也準備搬來這裡 我現在住大概一萬的 然後平數不到十分 這裡我的話八千塊 所以我有二十七瓶 差很多 那變成以後交通 上班交通怎麼辦 沒關係 就至少環境好 桃園市的社會住宅租金 是全台社宅租金分級最細的 以十五瓶套房為例 以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所得 分成五個集聚 月租從四千六百元 到六千五百元不等 以前只分兩集 其實發生蠻多不公平的狀況 那我們不要再發生說 我在邊邊差一點點 跳到下一個集聚就差很多 那這是我們分級分比較細的原因 除了八德一號 桃園市中路二號也已經完工入住 八德二號及爐竹二號 年底將陸續完工招租 新完工新建中 加上已經決標可以開工的社會住宅 總計五千八百二十四戶 以一到一百零九年的目標來看 桃園市不只已經達標 還超過目標 除了土地取得比雙北容易 桃園市政府成立專責的住宅發展處 也增加新建設宅的效率 所有的狀況都整個在我們這個處 土地的尋覓 資金的一些規劃 然後到這些沒有問題以後進入新建 新建完成以後還有一個管理 社宅其中考 成果超標的 還有新北市 板橋 新莊 中永和 三重 林口及三峽新店 社會住宅都已經完工 加上新建中及已決標 一共有九千六百九十一戶 達成率也超過目標值 新建中的捷運三陰線旁 這棟崭新的大樓 就是新北市去年底完工的 三峽國光青年社會住宅 由物業公司負責管理 兒童遊樂設施 但是第一批住戶今年剛搬進來 張正雄也是其中之一 公寓哪有這種陽台 你看那個陽台多棒 張正雄因為工作傷害癱瘓 是這批社宅的優先戶 他選的這間小套房 大陽台可以遠眺一零一 施工中的捷運三陰線 車站就近在眼前 等通的時候 我要回松山看看小孩子 那我可以直接做了啊 套房付簡單家具 琉璃台衛浴也一應俱全 一般戶一個月租金是七千四 身心障礙老人或中低收入等優先戶 一個月六千元 張正雄說 比起原本他租的鐵皮屋已經好多了 大概只有一半而已啊 這麼小的連浴室連廚房 只有一半而已啊 而且鐵皮屋那一種 在田旁邊常常排水孔 冒蟑螂出來什麼都有啊 山峽國光社宅的二三樓 都是無障礙房型 也可以讓輪椅足自立生活 這個設計也不錯啊 讓我們可以方便拿取 我們需要的東西 下拉是碗櫃 還有各種無障礙設施 無障礙的設計 譬如有欄杆啊 扶手啊 還是電動馬桶 免治馬桶 對 李秀美患有小兒麻痺 也是國光社宅的優先戶 愛漂亮的擦 把這間套房佈置得優雅又舒適 終於告別到處租不到房子的噩夢 李秀美很珍惜社會住宅 唯一的缺點就是位置比較偏遠 社會住宅除了保留百分之三十給優先戶 其他就是一般戶 目的是讓各種族群可以共住共榮 本來沒有想到會抽中 他抽中的時候 第一 他們投資的時候 我其實還蠻開心的 王乃文跟爸爸同住 登記過三重 中和的社會住宅全都沒中 只有三峽最後抽到了 就從板橋移民來三峽 兩房一萬三千七 附近有市場有醫院 生活機能還算不錯 但要享受便宜的房租 代價就是上下班交通時間 就回台北上班的話 其實開回到台北大概三十分鐘 如果早上避開那個 就是再早點出門 其實還OK這樣子 在一水之隔的台北市 也有超過兩千戶新完工的社會住宅 分布在木柵的新隆 北投的周美 松山健康 萬華及南港東民 加上既有的五千多戶 興建中級已決標戶 一共有一萬八千九百二十九戶 到一百零九年的達成率 也有百分之八十八 而除了地方政府 中央也有住都中心 明年將正式動工 蓋社會住宅 最快在一百一十年開始興建的話 一一三年之前 應該陸陸續續都可以看到 我們住宅中心所新辦的社宅 住都中心目前計畫在新北市的三重 板橋及中和 還有台北市的松山萬華 東湖興建社會住宅 雙北之外的其他四都 也有五十多處設宅 正在尋找用地 住都中心是內政部成立的行政法人 相較於地方建設宅 必須編列預算 依照政府採購程序去發包工程 住都中心則可以依照目標 壓縮或同步進行作業 原來的序列作業 我們可以把壓縮變成平行作業的時候 這樣的時程的並進 我們可以跟原本傳統的做法 大概至少可以縮展半年以上的時間 社會住宅趕進度 期中考之後 一百一十三年的目標 是達到全國十二萬戶 讓有需要的人 真的可以住進社會住宅 之前我們還以為是 為了要籌籤去拜拜 林明秋戶籍在新北市 工作在台北市 為了住進社宅 為成家準備 他跟男友 連桃園都去登記籌籤 前章後我總共抽了 萬華青年社會住宅 三重青年社會住宅 還有南港東明公宅 那桃園八德社會住宅 也有去 就是用男朋友的名字 去抽籤這樣 但是就是很不幸的都沒有抽中 在台北市 要住進社會住宅 一般戶的條件是年滿二十歲 在台北涉及或就業就學 家庭年所得在 百分之五十的分位點以下 卻每人每月收入 不得超過五萬八千零三十元 家庭成員在北北基陶 也不能有房子 即便符合這些資格 還有依照配足比例來抽籤 以台北市東明社宅為例 扣除原住民低收等特殊身份保障戶 還有台肥國宅的現住戶 在地的區裡名 還有涉及台北的人之外 在台北就業就學的人 只分得到百分之五的名額 許多有成家夢想的年輕人 就只能跟林明秋一樣 往社宅心悍 大概七平大小的套房所得 就幾乎已經佔了三分之一的薪水了 對 那三分之一的薪水 其實就很難活了 因為還有生活費的部分 又三分之一去 抽不到社宅的 還有在租屋市場最弱勢的族群 包括中低收入 老人 遊民 家暴受害者等十二類 都是所謂的優先戶 但也只能互相競爭 爭取社會住宅 百分之三十的保留名額 也有人即使抽到 也因為租金太高而放棄 我等於租個房子 我除了房租五千多 將近六千以外 我還要再墮個兩千 是要租家具的 租家電的 另外每個月水電 還要另外再加 芒草新協會在臺北市 萬華區服務遊民 即使萬華有社會住宅 到現在卻沒有一位遊民入住 一方面是抽不到 一方面是租金太貴了 國外他們的社會住宅 他們第一件在想的事情 其實就是我要讓若是住得起 我是在讓若是住得起的 這個前提底下 去蓋社會住宅的 他們就必須透過政府的補貼 或者是都市的再開發利得 來去補貼社會住宅的資金 臺灣即使達到十二萬戶社會住宅的目標 還是只佔住宅存量的百分之一點三四 在社會住宅不足的情況下 還開放所得分位百分之五十以下的民眾 可以申請 是世界唯一 日本在一九七零年代的時候 他們的社會住宅的存量比例 距離超過五趴了 而他們到現在其實他們也都只限制 除了分為二十五趴以下的人才可以申請 我們的這個四五十趴的這個比例 其實比較接近法國或是荷蘭的狀況 可是荷蘭的社會住宅的比例有百分之三十 那臺灣只有零點一八 社宅到底該服務誰 是居住政策的大問題 但在寸虎寸金的北部地區 也並非所有的社會住宅都一方難求 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 一共有三十四棟 其中兩千五百戶作為社會住宅 卻有將近五百戶租不出去 改成隨盜隨飯 我在奧類工作 那我想說 因為我覺得跟政府住應該會比較單純一點 剩餘的空屋將近五百戶 全都是三四房 小家庭單身不適合 價格也讓人卻步 三房一萬七是真的有點貴 就沒有比外面還便宜 當然是新的 可是我們會想說跟政府 好像不是都標榜會稍微比市價便宜一點嗎 對啦 為了消化空屋負責管理的住宅中心 進行第三階段招租 拿掉家庭成員名下不能有自用住宅的規定 完全不用做任何財稅的審查 對 他只要年滿二十歲的國民 然後呢 他是涉及在北北基陶 或者是沒有涉及北北基陶 但是他就學 就學跟就業的需要 他直接提出申請 這些專案戶的租金 也比一般戶貴大約一成 但只要不違規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專案戶是為了將空房租出去的權宜之計 林口社宅也成為未來社宅建設的前車之鑑 當然區域性也是一個因素啦 那當然我覺得租金其實 對於這個租房子來說 其實是一個最主要的關鍵 對 那所以我們未來在 也會考量到各個區域性 那麼可能會去配置他的房型 還有他的戶數 如何選擇區位 配置社會住宅的房型 如何在硬體及軟體 滿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 租金又該怎麼讓弱勢族群住得起 是社會住宅期中考之後 中央跟地方政府必須一同面對的課題 北臺灣的社會住宅 面臨熱門地點供不應求 稍微偏遠的地方 又有價格及無法照顧弱勢族群的挑戰 而中南部地區的社會住宅 則因為民情不同 會面臨不同的考量 下個禮拜的社會住宅期中考 我們會繼續為您深入追蹤 現在先休息一會 馬上回來